欢迎明星八卦CP to our channel 今话题下 各种嘲讽诋诋毁比比皆是 这是要重回当初那段混乱时段的节奏 只可惜 他们打错了算盘 一人肖战已经金飞溪比了 努力工作 提升自我 工作室频繁分享闲暇快乐时光都是在表明 演员肖战根本就无据任何造谣 值得一提的是 俄场官方则是给了观众朋友们 带来了无数的暖意 可谓是给肖战护航了 俄说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坚实走好每一步 才有勇气乘及风驾萧云而战 由此可见 俄场官方对肖战的重视与信任 总之 肖战印证了那句话的道者多注 同时也希望俄场近期会给观众朋友带来好消息吧 确实 肖战待播剧《玉骨摇大家》已经恭候已久了 当大家期待演员肖战作品的同时 关于新电影《瓜》迅速席卷全网 引起了网络上的一片沸腾 有博主指出 知名导演徐克射雕英雄传男主花落肖战 女主则是小周也 对于这句男美女的组合 燃起了观众朋友大讨论 有些观众直言 只要是肖战演的 那就必须支持 还有一部分粉丝则是相当理智 非官宣布曰 相信假瓜 还不如期待真瓜带播剧呢 由此可见 观众朋友们的观点还是有些不一样的 最后 若若问一句 关于肖战近日的形成动态 大家还有什么话要和他说 让我们评论区见吧 全文完 在猝不及防之间 杨子又一次被送上了热搜榜单中 只是因为最近频繁出现在 吃瓜网友们视线中的他似乎和之前不一样了 眼尖的网友就发现了 这一切可能只是因为杨子同学最近换了造型团队 在此之前的杨子每次出现在 红毯镜头中的造型 都跑步了被围观 吃瓜网友们吐槽一番 妆容不好看 服装太丑了等等 总之就是一句话 杨子的造型基本上就没有让粉丝和路人们满意过 所以最近突然间发生变化才会如此容易被发现 而且最主要的是 换了新造型团队的杨子似乎是为了一血前耻 所以基本上是隔两天就会有一组摆拍或是写真出现在社交平台上 杀了吃瓜网友们一个应接不暇 毕竟之前杨子的时尚资源 真的只能用一个虐字来形容了 不少路人都在评论区发问 杨子这是已经有向时尚圈发力进攻的想法了吗 其实杨子转变造型也没有错 毕竟这真的是在弥补自身最大的短板了 其实在很久之前加油儿女拍摄时期 杨子就曾经问过宋丹丹有关于未来发展的问题 奈何宋丹丹老师却直接说颜值不够 还是离开娱乐圈另谋出路吧 这么耿直的说法真的是有些伤人了 这是那个时候的杨子已经做好了未来的规划 肯定是不会想要简简单单的离开娱乐圈的 不过也还好没有走 不然何来相觅沉沉浸如霜的优秀表演 可惜娱乐圈中关于任何一个明星艺人从来都不会只有一个声音 所以在杨子的粉丝还在感慨自家爱豆开始变美的同时 网络平台上马上就出现了另一个不一样的声音 那就是迪丽热巴家的粉丝在质疑变美的真实性 更甚者是再说现在的时尚商务资源 一般情况下都是偏向纯天然美女 所以就算杨子现在通过后期的造型改变 也是不会起过多的效果 纯天然这三个字完全就是引战 都已经不是暗讽了 完全就是明朝杨子 之前就有网友质疑过他微调 在粉丝感慨自家爱豆变美的同时 网络上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声音出现 那就是迪丽热巴家的粉丝在质疑 时尚商务资源一般只会偏向纯天然美女 这话完全就是引战 感觉在暗讽杨子之前就被路人网友质疑有过微调 还有热巴家的粉丝甚至在劝杨子 既然没有气质还不如多呆呆剧组 继续磨磨演技别知知道邱莹莹式的表演 这话确实是有些夸张了 毕竟杨子的演技只要看看香蜜沉沉浸如霜 再看看余生请多指教就知道网友的认可度还是很高的 至于迪丽热巴虽然颜值确实很不错 但是演技这个话题可能还真的需要再磨磨吧 毕竟之前的水后风波还没有完全被网友们忘记吧 最后还是回到最初的话题 杨子的时尚品位真的进步了吗 时尚资源会不会有所提升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